我們臺灣會在日空25年 進入超高齡社會 我跟她討論說 要跟母親來自稅稅的 登校給你 改作保險桌 為先好你報報中 四十萬早期 弟弟歡迎是共調說 保險桌有可能會 是賣掉的欠點 就要很少來評估 臺灣在日空25年 進入超高齡社會 這願意讓高齡社會 跟登校訴求 當年增加 之前國黨總統參選人 好友誼 跟民眾黨主席 瓜文鐵都指定用登校保險 制度 副總統如果請到 是希望應用付稅 再去維護保護長四十萬 在日空外表 登校只要是採用保險 制度會出現三大塊點 一個 長照保險 沒有辦法去處理資源 部件的問題 保險制的話 它是叫做誰收誰付 所以你抽多少錢來 你不可以準的 你就要開除 所以比較不能夠有長期性的計畫 國外的採取保險制的 現在都沒有辦法支撐下去 四十萬表示 目前我們國的登校基金來源 主要是分酒水 為山水 蘇得水 分官 房地合一水 政府已選擇保定 運用在登校服務 確定加補給登校 兩年的相關主委發展 人的主委加補助 各項經費 為了保險 2021年 設立登校基金 並定期感控 到現在並沒有出現 臺灣不久的情報 直至日空二十二年底 有些是新台幣 一千一百八十七億 五年來不會出現問題 只是分官 稅收 都有變動 這讓大家比較煩惱 如果院稅是降低的話 或是醫政稅降低的話 這樣 目前來講的話 是還沒有這樣的現象 從現在再過五年 也還不會出現問題 市水園也說 若造未來開辦登校陷 就要向民眾收保費 以健保經驗作例 每次只要條關保費 都會他們去控制 而且國主負擔保費的議員 不管 強行怎麼會 升級 我們港的新資 也正國際是以保險 做登校債員的 像日本德國和豪蘭 才的救贖國家 而且政府 也是必須百部 公務議選來自營 由其他國家的經驗 來看 登校保險 不是為他的開放 也是應該繼續評估討論 記者中華報道